《中文字幕》 那時候是 人們是對香港RAM 榮翠 06-08-09那年期間 你沒聽過我 也不知道我會唱成怎樣 已經是被人去想 做Masterpiece專輯的時候 可以說是我自己的一個轉捩點 不是說在什麼成就上的轉捩點 是我個人成長上的轉捩點 我每做一首歌 或者我決定去做某一首歌的時候 我都會害怕 我會害怕究竟我的決定合不合 我選擇的曲風合不合 我選擇的內容合不合 成為一種的壓力 慢慢甚至令到我會有恐懼 不是說要賺錢 怎樣可以繼續做下去 而是自己的生活得到 是在香港做音樂 或者做獨立音樂的一個很大的項目 這些的壓力加上我對於自己自身的一些質 我每個星期都說不如不要這樣做下去 不如不要這樣滴下去 我問了自己 一件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你喜不喜歡這個東西 你有多喜歡這個東西 會不會忘記了自己最初做這件事 其實只不過是因為我喜歡 我不算是一個很多朋友的人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對朋友的定義 我要求很高 而我稱得呼為朋友 其實他們也不只是朋友 他們真的是家人 他們每一個人在我工作上 在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層面上 我們都單純了很多 很多好多事情發生了 直至現在 在你跌倒的時候 笑你那個人才是你的真朋友 那種 其實在製造音樂上面 我們的確是花了很多的時間 最印象深刻 其實這首歌叫做 《Sound of Violence》 在寫這首歌之前 也做了很多研究 這個過程 也用了很多時間 想怎樣一個特別的方法 手法去寫 我就把這個概念 和他們去分享 盡量都是互相支持 支持大家的基礎底 去做這件事 這次和Chang Peter的一個合作 就是關於我和我三位好兄弟的合作 以及一直以來的一些關係 一些感情 很多的東西 可以放在我們一個合作 一個系列那邊 綠色為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主調的顏色 形式的朋友 一看就知道是一個 古的MIDI的樣子 我們將它 再簡化圖像化之後 就抽了這個River 出來做了這個Logo Maeferling的意思 其實就是 我們打鼓和我們的關係 都是很堅固的 就是我們懂的東西 裡面的細節 我們希望可以做得更多 在細節上 在CraftNature 我們希望每一個部分 自己懂的能力 可以做到的 盡量可以做得更好 在CraftNature CraftNature CraftNature 在CraftNature